民進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昨天拋出要恢復四個月兵役的議題 引發各界討論 傳出美方也有很大的反彈 對此侯友宜今天下午親上火線 來回應四個月兵役的議題 他也把這些問題 通通推給民進黨一起來聽 兵役延長一年是不得不的一個選擇 要恢復四個月 我昨天特別說明是有前提的 在確定兩岸穩定之後 以及臺癌穩定 才有可能恢復四個月 可以聽到侯友宜強調說 現階段沒有反對把兵役延長為一年 他也說是民進黨把兩岸搞得兵凶 占為兵力戰爭 兵役延長是不得不的選擇 他也強調說要恢復四個月的兵役 是要在有前提的情況下 是兩岸和平穩定 那他也特別提到說 美國是臺灣堅定的盟友 若當選後一定會持續 跟美方保持密切合作